虽然在自家的菜园里种过白萝卜,胡萝卜,樱桃萝卜 对于拔萝卜这活已经很熟悉 但这是第一次去农场的一望无际的白萝卜菜地的拔萝卜 还是一种很新鲜的体验 拔着一颗又一颗沉甸甸的白萝卜 心血之余,我的心里一直充满了疑问 俗话说,头副萝卜二副菜,三副里头种白菜 我严格按照老祖宗留下的农业 在今年的头副7月16日直播的白萝卜 今天在我的菜园里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人家农场的白萝卜已经完全成熟可以采收了呢 足足比我的家庭菜园至少提前收成了两个月 树叶有专攻,对于种菜我只能算是刚刚入门 需要不断学习的东西太多 装满这一筐约70磅只要10加币 虽然不可能经常有这样的白菜架 但的确难免困惑 我们真的还有必要这样每天忙忙碌碌 拿你自家的小菜园吗 拿完萝卜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算是几个大萝卜清洗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有这么多新鲜的白萝卜在手 今天的晚餐自然少不了白萝卜 我准备包一个火鸡腿萝卜糖 萝卜干的做法极其简单 把表皮已经彻底清洗干净的白萝卜去头去尾 看得出这个白萝卜非常的爽脆多汁 把萝卜先切成约1厘米的厚片 因为萝卜晒干后会收缩很多 所以我喜欢斜着切片 这样萝卜片会长一些 然后再把萝卜切成粗条 要切成每一个萝卜条都带皮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非常好 萝卜条的粗细大家可以随意 只要大小基本上统一就好 这样在萝卜干的时间长短可以统一 以后烹饪萝卜干的时候也方便烧制相同的时间 萝卜干因为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我不会在里面加盐腌制 这样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亚酵酸盐 如果你有食物脱水机 可以用机器将萝卜条加工成萝卜干 我是先将阳台的地板冲洗干净晾干后 铺上一张干净的棉布 把萝卜条平铺上去 再至4-5天直至萝卜里的水分蒸发 变成干燥的萝卜干 然后装入保鲜袋拧密封 室温保存即可 萝卜干非常有嚼头 可以做成看胃小菜 从其他蔬菜和肉一起翻炒 味道都是棒棒的 以后我可以做一期萝卜干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